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市民运里希望能够将民想断无比 花莲高宫闲置的旧有宿舍 申请拨用作为老人长照福利站的提案 获得了县长徐真伟的重视 日前县长徐真伟就在县府财政处长刘台文的陪同之下 和花莲高宫的校长黄红颖等人前往现场来会刊 初步将由县府向国教署申请拨用 以利空间的充分使用 花莲市民运里民想断无比为现有地 地上建物已闲置多年而且都没有再使用 不禁黎明就希望能够活化再利用 获得了县长徐真伟的重视 日前县长徐真伟就在财政处长刘台文的陪同下 与花莲高宫校长黄红颖等人前往会刊 由于地上建物管理机关为花莲高宫 花莲县政府依据国有财产法相关规定 未来承报国教署同意县府办理有偿不用地上国有建物 作为社区老人长照站之用 如果到时候要用社区要用什么的都好策略 是这样子的 因为中心路54号还有60号62号64号是现有地 但地上户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 花莲高宫 他申请拨用他当宿舍使用 那经过这几十年的时光转变 他已经没有已经几年已经没有使用了 那所以县政府刚好我们现在要配合 整个当地里民的长照据点 那经过会刊的结果以后校长也同意 因为他们目前没有使用 也让同意县政府来申请有偿拨用 因为它是位于住宅区 有偿拨用我们会依照公告的县值 来补偿给花莲高宫 然后我们就把房子收回来 我们来整理以后可以当一个长照据点 县长曲真卫表示 对于闲置空间的活化灾利用 县府会听取地方相亲的建议 招出解决之道 而友善社区环境关系 需要靠大家共同营造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盘报道